我從宜蘭來 早上八點半計程車到我家接我 然後送我到羅東轉運站 坐國光號到南港上高鐵 從南港高鐵的起頭南港一直坐到終點要左營 然後從左營又換你們的捷運 從最北的左營坐到最南的小港 要給我掌聲吧 今年是我退休的第八年 不能只有你要講說怎麼那麼年輕 這一段再來一次好嗎 我退休以來我其實最在意的是 在做這麼多年輕的老師 你們要怎樣熬到退休 退休八年來我的心得只有一句話 退休好好喔 真的 退休真的很好 雖然我們年改已經要被改得一累了 退休還是很好 可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健康的身心 退休生活是很辛苦的 我剛剛從小港機場的二號出口出來 我整個心就不寧靜了 我很清楚記得 五年前我跟我先生是騎腳踏車經過那一段 我們花了四天的時間從花蓮起到主營 騎了那一段也就變成我跟我先生最後的一段腳踏車 我先生在三年前往生了 所以這三年來我的心經常會因為八個字而不寧靜 那八個字叫獨物思人觸景傷情 還好能夠有這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樣的寧靜功法 寧靜方法讓我趕快讓自己的心不要繼續波動 所以首先一開始要跟大家分享兩句話 水可以清澈不是因為它沒有雜絕 而是因為它能夠沉澱 心可以通透不是因為沒有雜念 而是因為明白取捨 水可以清澈因為沉澱 心可以通透因為取捨 我自己三十年的教書生涯還有退休了八年多 我真的是感受到特別作為一個老師 能不能讓自己的心沉澱下來 讓自己懂得如何去取捨 那是作為一個老師能不能快樂教學很重要的 今天我很大膽的用了這樣的一個主題 寧靜的老師氣質好 哦有人很真實 我是看到自己啊 不管是看到自己或看到同事 試著再把那個畫面找回來 那樣不寧靜的老師氣質怎樣 實在是沒什麼氣質 真的我自己回想我教書的歷程 只要回想起那個情緒失控的 我現在都會覺得好難過好難過 師大特教系的洪麗宇教授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情緒是什麼 情緒就如同看不見的大小變 我再講一遍 情緒就如同看不見的大小變 當我們情緒失控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好我們的大小變 但是大小變的失禁只要處理處理 開窗戶通通封也就過去了 你知道那個情緒的失控 那個看不見的大小變失控的時候 留在別人心目中是多麼沒有氣質的一件事情 也許各位明天可以回班級 請全班的小朋友無記名的給你拼個份 如果老師非常非常非常寧靜 不容易受到學生情緒的挑戰 不容易被學生激怒 這個叫做十分 滿分十分 很輕易的就會被學生激怒了 叫一分 你也許明天可以試試看 請小朋友給你拼個份 我們大部分都是老師給學生評分 也許你明天試試看 那如果你覺得說可能學生也搞不清楚 也許從現在開始你每天給自己評分 剛剛主任的開頭叫做品德教育 或者品格教育 我很在意的是 老師的身教帶給學生什麼樣的品德示範 這個是我非常非常care的 我必須要誠實的說 我其實是一個容易情緒失控的老師 之所以容易情緒失控 為自己臉上貼件是因為我非常有責任性 我不容許我的學生做不好 但是漸漸的我學到 當我情緒失控的時候 我的學生其實只看到我的失控的情緒 我的學生接受不了了解不了我為他好的那一份心 更糟糕的是 畢業之後學生只記得我的老師會發脾氣 他已經不記得我的老師其實很為我好 所以就用這一個題目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是怎麼樣在我退休之前 是怎麼樣帶領我的學生去學習情緒管理 也許以下的介紹你們明天回去教室 就可以跟學生分享 要管理 如果有所謂的管理可言 之前必定是要先能夠覺察 我必須要知道情緒怎麼了 我才可以去管理我的情緒 所以以下我來跟大家介紹 我是怎麼帶領小學生來學習情緒管理 首先我問我的學生 什麼人就沒有情緒 什麼人沒有情緒 你們怎麼笑得那麼可愛 什麼人沒有情緒 來回答我 機器人 我跟你講 現在聽說有人工智慧的機器人 開始會有情緒 我可以 這個我會自己倒 謝謝 是洪主任嘛 好年輕好可愛的 你一定好好學寧靜退休才比較好玩 好我的學生跟我講 植物人沒有情緒 各位可以接受嗎 應該也是有吧 植物人有沒有情緒 有耶 只是他表達的方式 我們旁邊的人沒有辦法理解 那我第二個問各位好了 人到幾歲就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緒 紅人到七十歲 好像幼暗都比較能夠 你們認為有嗎 到幾歲就真的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緒 我們來複習孔子說的那句話好不好 三十 四十 五十 五十 你都還沒到五十歲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而順 七十 從心所欲 而不欲 那你覺得到幾歲就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七十吧 七十 有標準的答案嗎 沒有齁 好 我的情緒才真的很胖 我在黑板寫了一句話 就是剛剛跟大家講的 情緒就是看不見的大小便 我寫這麼一句話 那是我這一輩子帶的最後一個即任班 四年級的學生 那一班非常非常的挑戰 從三年級帶到四年級 全班二十九個學生 男生十九個 女生十個 很熱鬧耶 十個女生裡面 兩個等於男生 一個亞斯伯格 一個ADHD 這兩個 所以在我退休已經進入更年期的時候 我每天跟二十一個男性學生 八個女性學生相處 很辛苦很辛苦 更辛苦的是我十九個男生 男學生裡面 有五個已經是鑑定的過動兒 第一個 男生過動兒 一大早 是一顆長孝型的專司導 控制情緒 第二個男生 早上 早餐後 跟中午在學校的午餐後 要吃一顆白色的利他能 也是控制情緒 第三個男生 只要一大早 要離開家裡的時候 吃一顆利他能 白色的 他不是為了控制情緒 他讓他自己的注意力更專注 第四個過動兒男生 考試的那兩天 吃一顆利他能 就好了 他也是為了專注 因為他很明顯 他如果沒有吃那個藥 他的題目會整大體都跳過去的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只能說 那個腦的結構有一些缺失 第五個過動兒男生 他是不吃藥的 因為他的家長一直很擔心 這樣的藥的副作用 好啦 我們除了這五個已經鑑定出來了 我們那個班級 還有一群叫做衝動兒 什麼叫衝動兒 只要有今天的老師 你大概一眼就看 他就是過動兒 但是家長不願意帶他去鑑定 我們現在非常尊重家長 對不對 他不願意帶去鑑定 我們就不能隨便轉介 有的時候 可能你們也有這種心情 那個沒鑑定的 比已經鑑定出來的還麻煩 已經鑑定出來 我們就知道他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沒有鑑定出來 其實親思的溝通是很辛苦的 好 我就是遇到這樣的一群 我有時候會稱他們為野生動物 在更年起的時候去面對這樣一群學生 實在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在四年級 我記得是五月初的時候 開始跟他們上所謂的情緒管理 我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先覺察到他的情緒快要失控了 不要等失控了 我才去處理他做錯事情或者要去處罰他那件事情 你們一定有這樣的經驗 處罰完學生我們自己實在都攤在那裡的 所以在四年級下學期 我就決定上了一堂這樣的課 除了在黑板寫情緒是看不見的大小便道 當然我一寫出來 我的學生馬上就會跟我講說 好噁心 我說怎樣噁心 因為大小便 找到一個契機 所以我就問他們 我說你們有沒有過上課了 然後還很想去大小便的 我說有 然後你怎麼處理 想了一下 有學生說 我就會舉手跟老師說我要上廁所 我說你已經很急了幹嘛要舉手啊 就現場就給他大下去小下去 有老師你怎麼那麼噁心講這個 我說不然怎麼辦 我說要去廁所啊 我說有大小便的需求 所以要去廁所 那什麼時間去 他說要先舉手跟老師說 我說就已經很急了 為什麼要舉手 你趕快去啊 我說不行 這樣回來會被你罵 我說是因為被我罵 所以你要舉手 不是啦老師這樣很不禮貌 我說對誰不禮貌 欸 班級裡面總有一些 好像我們埋的暗裝的學生 對不對 我們提問他比較能夠附和我們 他就說 那個對老師很不禮貌 有的人就會說 對其他同學也很不禮貌 說對啦 所以 有大小便的時候 我們要找到適當的地點來處理 最重要的 要跟在現場的人打一生招呼 這兩個喔 重要的地點 適當的地點 第二 要跟現場的人打一生招呼 所以回來 看看黑板 老師寫的 情緒就是看不見的大小便 所以 如果有一天 你的情緒也上來了 你要去哪裡處理你的情緒 哪裡是你重要的適當的地點 如果你就當場發脾氣 當場發飆 當場痛哭流地 當場歇斯底里 那就好像你當場大小便司機一樣 那剛剛你們講說要去上廁所 要跟老師打一生招呼 跟同學打一生招呼 如果你跟同學一起玩遊戲 或者我們今天在教室裡面討論什麼 你的情緒上來了 你覺得你已經快控制不了了 這個時候你要跟誰打一生招呼 或者你在家裡吃飯 或者在家裡跟家人討論事情 你也覺察到你的情緒 爬起來了 你要跟誰打一生招呼 所以我帶給學生兩個很重要的學習 第一個 我去找到適當的地點 處理我的情緒 而不是當場宣洩我的情緒 第二個 在我要離開之前 我一定要跟現場的人打一生招呼 這個代表我尊重我對大家有禮貌 好 我不曉得各位 您有沒有曾經跟你的學生做過這樣子的教學 更重要的是 您有沒有帶著你的學生去 去覺察什麼叫做情緒上來的 八年前應該叫年前 因為我帶完四二以後 最後一年我們校長很狠 竟然叫我去當生教組長 全國最老的生教組長就是我 五十歲才在當生教組長 所以九年前帶這一班告訴他們 你怎麼樣感覺到你快要生氣了 你生氣或者情緒要失控前 你身體有些什麼反應 我先不要講我學生的反應 各位老師您可以回應我嗎 您快要 你覺察到說 你情緒壓起來 你已經覺察到很不爽了 你覺察到你的哀傷的指數上升了 你的生理會有什麼反應 你的生理會有什麼反應 沒反應 我不是說你們現在沒反應 代表你們都沒有情緒失控過 代表你們都沒有哀傷過 好像無然間要你們去抓 那個感覺抓不到對不對 同樣的 我們的學生也是 我們從來沒有讓學生好好的練習這樣的覺察 然後等學生情緒失控了 我們才跟他說 我上一次不是教過你了嗎 教得不夠徹底 所以今天要來讓大家好好的練習 我的學生 四年級的學生跟我說 他會全身緊繃 對喔 他會整個好像要哭出來這樣 他不會講心酸 四年級的學生 還有一個學生跟我說 他會全身發熱 哎呀我實在是很欣賞 這個四年級的孩子才十歲 十歲 我說所以你就要記住 在那個時候你要控制住 如果你沒有控制住 就好像一部車子 煞車失靈了 煞車失靈就會 會闖很大的禍 會闖很大的禍 我說你的情緒 你沒有先覺察好 你沒有在情緒發洩 失控之前去找到恰當的地方 去跟相關的人打招呼 你就好像煞車壞掉的車子 會闖很大的禍 所以我在這邊先暫停一下 不妨給各位老師十秒鐘的時間 你回想一下 距離此刻最近的一次 你自覺到你的情緒 不在你的掌控之下 的那個之前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那件事情 會變成你的情緒壁雷 更重要的 你能不能再去回溯 再去回想 再去抓到 在你失控之前 你的生理反應是什麼 你能不能記住 那一個生理反應 然後你走成一條捷徑 short cut 走成一條捷徑的意思 你幫助你自己 很快的就去覺到到 啊!他又來了 我講我這三年走在這個 喪膚之痛 我必須要非常非常高度的覺察 不然一旦陷入那個哀傷的漩渦 很可怕很可怕 那不只像海嘯 像漩渦一樣 我一直往最深層的拉 拉到最後 我有一度 我先生剛走第一年的十月 我有一度警覺到 我恐怕要得憂鬱症 那個就是一直往下拉 一直往下拉 所以當我們有機會 再帶一群憂鬱症的朋友 我們一直在叫他的就是覺察 覺察 覺察 要幫助所有的人去覺察到 我下一秒可能就會怎樣 所以我這一秒要趕快寧靜下來 我這一秒如果我不能寧靜 我下一秒就會做了讓我很遺憾很懊惱的 這三年多來我自己非常警覺到 第一個 那個什麼觸警傷情啦 毒物詩人 我想這一輩子都會跟著我 隨時隨時的挑戰我 所以我也就不再去 怕說我要到哪裡去 我現在就很勇敢的去走進去 我的身邊或者我們看書或者看文獻 很多很多的人在遇到上偶或者失親這樣的苦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叫改變環境 像我可能我就搬離開我現在那個住的房子了 我身邊很多人是這樣 辦完另外一半的後事 他就立刻離開那個環境 他沒有辦法面對 那我告訴我自己 逃得了一時我逃不了一世 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面對他 但是很重要一件事你叫做覺察 所以第一個 我不能讓我自己很累 當我自己很累的時候 我的氣場就很弱 同樣的觸警生情 在我氣場很弱的時候就會變成觸警傷情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第一個要覺察的 我先生還在的時候 應該先跟大家講 我先生其實是非常健康的一個人 非常樂觀的一個人 非常養生的一個人 要先死的應該是我 我的脾氣又不好 也不好好的照顧自己的身影 又亂吃 結果為什麼是亂先走我也不知道 我先生還在的時候是師大 台灣師大特教系的王教授黃華沛 有沒有人聽過 他走了以後都被忘光了 那他是 就是我們騎完那一趟腳踏車 那是2月初起的 他在隔年的1月7號 無預警的在他肝部位查到一顆12公分的腫瘤 12公分有多大你知道嗎? 後來查出來是膽管癌 肝內膽管癌 很難很難治 膽管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用下水道的概念去看 他就趴在你的肝臟裡面密密麻麻的 那個下水道一樣 所以一條膽管有癌細胞 其他幾條都有 那我覺得老天跟我開了一個玩笑是 當淡水馬接醫院的外科醫師說 可以開刀而且可以清得很乾淨 我們以為撿回來一條命 做了6次的化療也都很順利 可是化療結束了一個月之後 又查到復發的2顆2公分的腫瘤 癌症會復發幾乎就已經知道 沒有什麼希望了 走在這一條沒有他的路上 真的很辛苦 所以在他還在的時候 我的行程是很滿的 你們一定聽過一句話叫做 退休的人比沒退休的還滿 聽過吧? 因為退休了不必每天到學校上班 所以我們就會被要求去做很多事情 就像我今天一出門 我要7天才會再回到尾這樣 這7天當中我有5場演講 都在中南部的 今天在你們這裡對不對? 我明天早上9點鐘要在彰化演講 後天要在台南演講 到後天要到台中 然後我就要去爬2間3 然後又去一個企業界演講 然後又要去西頭的天文台 所以很忙很忙 但是我就告訴自己 要有喘息的時間 各位老師要有喘息的時間 所以這是我覺察在 沒有我先生陪伴的這條路 我千萬不能掉進去那個哀傷的漩渦裡面 第一個我要覺察的就是 我的行程 不能滿到沒有喘息的機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察到 我不能夠太餓 當我很餓的時候 我的血糖降低 血糖一降低很容易就會 很容易就會 就是負能量 好這個叫做覺察 各位老師 你有沒有覺察到你什麼時候 很容易發怒 或者你有沒有覺察你在上課的時候 看到學生的什麼行為什麼舉動 你就很容易發怒 你有沒有覺察到 有人見到恭喜你 可是你不要以為你覺察到學生就會配合我 就不做那個動作 那是不可憐的 第三個我要問你 各位老師你有沒有覺察到 你特別在看到哪一個學生的時候 特別容易發怒 真是哇哩咧對不對 多麼期待他能夠趕快轉學 我剛剛不是講我那個班 一個班裡面有這麼多特殊孩子嗎 我用我先生鼓勵我的一句話告訴你 我常常會被人家問說 宋老師你那是普通班嗎 不是特教班嗎 我說是普通班 而且非常確定是普通班 因為那一個班四年愛班 他們在三年愛班的時候 最後一天 就是要放暑假的前一天 我們宜蘭縣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 我不曉得你們 偉大的高雄市有沒有這樣 他將全宜蘭縣的三年級的學生都考數學跟國語的學歷測驗 貴高雄市有這麼做嗎 先進 當時宜蘭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是宜蘭縣的那個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我就跟他說不公平 我們宜蘭縣有那個原住民 你的題目要不要考原住民的題目 要考原住民的題目 我們平地了死一堆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那個是沒有用的 但教育局長他還是願意要這樣做 沒想到我們三年愛班 考出來成績非常好 我們特殊孩子這麼多 竟然成績很好 好幾項不只我們羅東正第一名 還全宜蘭縣第一名 所以我們校長很有意思 他說宋老師一定是跟你的教學有關 麻煩你做一個行動研究 只要校長在褒獎我們的時候 你一定要剉雷蛋 一定馬上有事情 我自己認為也就快退休了 如果有機會去跟人家介紹 我所謂的對話教學 我覺得也很好 下一次有機會再來跟你們介紹 什麼叫對話教學 我會讓你們帶一群學生在這裡 然後我就現場做40分鐘 對話教學示範給你們看 然後讓你們看看 那個對話教學是怎麼透過有層次的提問 讓學生的學習是有層次的 我常常這樣很激動 又把自己這樣賣出去 從宜蘭來小港很遠 好啦為了做那個行動研究 我一定要交代清楚我的學生來源 這個一定不是特別精選出來的 所以我們回去翻他們二年級 你要升三年級的時候的分班 真的是所謂的常態編班 那成績之所以可以那麼好 真的是跟我的語文教學非常有相關 做了這樣的行動研究 所以我在回應人家說 宋老師你那班是普通班還是這班 我說普通班對方就不相信 因為宜蘭縣有這個應該是全國性的 你的班級裡面如果有一個過動 你的總人數可以少幾個人 你們貴高雄市沒有這樣 現在已經沒有這樣了 為什麼現在沒有這樣 因為每一個都是過動 還有因為這個是全國的法規 你們再去查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已經沒有了 好可憐喔 你們還這麼年輕 要什麼時候才能退休 我那一班 我那個三年來班那個時候 被算出來 我其實那一班我只要叫八個就好 然後我就很調皮 我就會跟對方打電話來問說是普通班嗎 我說是 你那個特殊生的比例怎麼那麼高 我說因為我很有安心 怎麼笑得這樣 不相信喔 然後我會跟他講說 因為我很有方法 真的喔 有一天我先生受不了了 在聽到我跟人家這樣回答的時候 他說老婆我一定要跟你說實話 通常我先生這樣跟我說就是代表 他講的那一句話我會很不舒服的 這個也是覺察 而且學習來了 我就跟他說好王教授請說 他說老婆 這一班是你這一輩子 戴的最後一個班級了 你一定要好好教 我想我哪一班沒有好好教啊 說因為這一班都是你累世的冤親在主 那一次還完 最後一批了 我再沒有給他交好 不曉得哪一輩子也會相遇 而且我跟你講 通常不一定要等到下一輩子 這一輩子就會限世報 你知道什麼叫限世報嗎 我們好不容易把這一批孩子交完 比方說我四愛交完 要送到五年級去了對不對 喘一口氣 回過頭來再接三年級 他的弟弟妹妹在這一班 這真的是限世報耶 你叫這一班的時候 沒有跟家長有很好的寧靜互動 那真的是限世報 所以我剛剛問你們班級 我合理的推測 你們的冤親在主也在這個時候來找你們 我轉個念頭跟我先生說 我知道他們是冤親在主 那是因為他們知道我這一世修得很好 可以渡他們了 所以衝衝回來找我 我現在就整個摸摸鼻子說我服了你們 所以這個四年愛班的這一群 野生動物也好 冤親在主也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在五月天氣變熱 其實你們現在天氣就已經變熱了對不對 我這一趟出門很辛苦耶 我今天早上從宜蘭來 有剛剛那一件外套加圍巾 又穿一件紅色的毛的皮肩 高鐵越往南我越拖越拖 我本來包包還好 戴一件很薄的 好像還好日記還不錯 天氣熱是這些情緒障礙的孩子的致命傷 你不要講孩子 你自己是不是也這樣 不過我現在叫洪主 拿著電器拐掉 第一個情緒失控的是我 所以我們真的要幫學生想他會失控的 物理因素有哪些 環境因素有哪些 然後才去看到他的心理因素 才有品德教育可言 我非常佩服剛剛這位主任 我記得是輔導主任對不對 他說的 學生的情緒沒有穩定下來 我們再會教都沒有用 特別教自閉症或亞斯伯克的孩子 一定是在他情緒非常穩定的時候 他才聽得進去我們在講什麼 不要講孩子啦 我們自己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我們在教什麼 搞不好自己都不知道在教什麼 然後學生問了還要罵他說 在問什麼 因為老師自己都沒聽懂他在問什麼 所以您敬得老師氣質好 我非常感謝那一班 我上了 就在那一個緊要的關頭上了那個 情緒管理教學 教了我的學生怎麼覺察 覺察之後 他知道我要去找到適當的地點 在離開的時候他會先打一聲招呼 你看這三部曲 明天就趕快去教你的學生 更感謝的是 在那個時候我得到一個工具 叫做情緒管理的工具 我現在來發給你們 黃主任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一個人拿一個 大家看起來都很瘦小 所以用這個就夠了 好我手上有一個手環 你們聽過您不抱怨運動嗎 有沒有聽過 沒有 沒有 這已經 大概推動了有15年了 從英國過了 好先吧 傳一下 是的 已經有人發現了 這個是靈舊山教團 研發出來的 為了推動全球寧靜運動 為了推動全球寧靜運動 所以我把這個手環稱為寧靜手環 帶一隻手就可以了 兩隻手都紅的喔 我們有一個學生說 不要惹我 他很容易失控 要我給他四條 我乾脆做一條大一點的 把你的脖子哭起來好了 好我先來介紹 當時靈舊山教團 新寧靜教師團的研發會 是參考不抱怨運動 不抱怨運動 也有一個不抱怨手環 但是那個手環是紫色的 兩面都是紫色的 它的使用方式就是 當你覺察到自己 有抱怨的情緒 就把手環從左手換到右手 告訴自己你停止抱怨 又抱怨了 再從右手換到左手 老實說 如果是我宋慧慈 大概那個手環 不抱怨手環一直換來換去 因為我是很會抱怨的 但很重要的是 我們情緒的覺察 或者情緒的管理 其實很需要有別人的幫忙 很需要有別人來理解我們 如果是不抱怨手環 除非有一個人我在換手的時候 他說那個人正好在我旁邊 而且他了解我為什麼換手 不然我自己 一直是我自己在面對我的情緒 那我很高興 林揪三做了這個手環是兩面的 我說正當我動一個念頭 要教我們那個四年愛班 學習情緒管理的時候 好像前一個禮拜吧 彈走 很生氣嗎 那一幕有沒有拍起來 我們Focus老師 請拍現在笑到臉紅的那一位老師 我剛出來教書 如果有學生這樣 他把他被我拉出去 到我那邊去再十分鐘 後來我就會覺得好好玩 那個年紀輕跟不要講年紀老 之前跟資深的老師 面對學生的行為最大的不同是 資深的就會馬上 資深的就會這樣 資深的就會這樣 哇 怎麼有這麼好玩的事情 就像剛剛那位老師彈出來 他自己笑得要死 如果之前老師就會說 笑還笑 主導師你還笑 就沒氣質了對不對 好啦 你害我忘了我剛剛講到哪裡 好 在我決定要上情緒管理教學的前一個禮拜 林秋山的法師把類弄電話說 宋老師 林秋山在哪裡你們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聽過福隆 有沒有吃過福隆便當 有吃過 但是不知道福隆在哪裡 聽過吧 東北甲聽過吧 你們知道台灣啊 哇 我也問的話 鳳陽國小的地理老師在哪裡 有社會老師吧 社會不就要教地理歷史嗎 你們跟我混幾位 我退休八點就離開教育很久了 好 他們就在福隆那邊 然後大概開車一個小時 就可以到宜蘭來找我 就打電話說 宋老師你今天下班會在家嗎 我說會啊 有什麼事嗎 所以我們想去看看你 我說啊 什麼事你想帶禮物去給你 開心得不得了 人的貪念很可怕 有時候一生起來以後 制止不了耶 然後會一直想一直想 我當時想的就是 哇 出家人給的禮物 不是瑪瑙就是琥珀 然後他可能來給我一尊觀音吧 那有可能什麼 哇 那個忘念很可怕耶 都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那一天下班也就沒有留學生 趕倒去趕倒去 我就回家在家裡等著 來了三位法師 看來他們沒有帶所謂的觀音耶 他禮物到底藏在哪裡 聊了很久喔 然後我終於忍不住了 說寶箱師你們不是說有帶禮物要來給我嗎 他說有啊 他就拿出這個來 我失望到不行 這是什麼禮物啊 這只是比較寬的橡皮筋而已 我又沒有長頭髮給我這個幹嘛 出家人覺察力很強 馬上就跟我講說 宋老師你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我心想我就是小看他怎樣 但是要禮禁法師所以不能這樣講的 我說嗯嗯 怎樣用 所以你平常就帶著就是白色的 當你覺察到你的情緒不寧靜的時候 我就給他翻紅色的 然後我就問法師 什麼叫做不寧靜 當時我們的術語我們的用語會講 不安靜啊你要平靜下來啊你要看蕩 我還這是第一次聽到什麼叫寧靜這樣的詞 所以我就問法師什麼叫不寧靜 來各位老師告訴我 當你聽到不寧靜 你會想到哪一些情緒狀況 就叫做不寧靜 很怎樣的時候 很生氣 心浮氣躁還有很怎樣 很焦慮還有 很焦慮 擔心也是 還有 很興奮 興奮 對了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嗎 樂極生悲 有沒有 所以很興奮也是很危險的喔 好這樣叫做不寧靜 我當時也是這樣問法師 然後法師也像你們回答我一樣 太興奮了啦 焦躁了啦 太難過了啦 要生氣了啦 再講這些 嘿嘿 我當初就跟法師說 如果那樣子就要把手環翻紅色的 那我送會子一天24小時都是紅色的 從剛剛演講到這樣 你們應該也知道我是一個過動老師 而且滿容易激動的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我很容易感動 容易感動的人才有人的感覺 不然就是木頭人 但是怎樣讓那個感動展現出來的激動跟過動 能夠稍微平衡一下 哇 法師講了一句非常棒的話送給你們 他說 他說 當你手環翻紅色的時候 就是你已經覺察到你不寧靜了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小心你的言行舉止 不要在不寧靜的時候做了讓自己後悔或懊惱的決定 我再講一遍 當你翻紅色的時候就是已經覺察到自己不寧靜了 在不寧靜的時候要小心所有的言行舉止 不要讓自己在不寧靜的時候做了讓自己後悔或懊惱的決定 我很誠實的說 當時法師這麼跟我講 我的腦中真的是晃過好多的畫面 特別在跟我先生的婚姻關係裡面 有太多太多時候是因為自己不寧靜而說了些什麼 或者做了些什麼決定 還好我嫁了一個非常淡定的老公 她不會隨我的情緒起舞 不然老早就拜拜了 今天我女兒在場 來王小姐跟大家打個招呼 真的我的婚姻關係裡面有太多太多是因為自己不寧靜 沒有管好自己的嘴巴 沒有管好自己的腦袋 回來我們當老師了 不管你是幾年在教學經歷 此刻我在說這件事情你的腦海中有沒有出現過 哎呀早知道就不要那樣做 還是買得到 所以要回到寧靜的階段 法師跟我說你就帶著最少要帶21天 你知道為什麼要帶21天嗎 很多的文獻已經探討出來 一件事情你只要連續做21天就會變成你的習慣 法師還多給我一條 叫我送給我先生 好啦 那一天下班了我先生回來了 我也很興奮跟他講 今天法師來囉 然後他給我們兩條這個寧靜手房 我一條你一條 他問我說這個要幹嘛 我就把法師教我的也跟他講一遍 然後就跟他說不寧靜的時候 就要放紅色的然後告訴自己 趕快寧靜下來再把它放回白色 我先生講了一句非常經典 他說我懂了我懂了 不會看臉色也要會看顏色 有道理吧 你們有沒有教過一些學生 完全不會看臉色 沒有這白吧 有吧 所以如果你的手上帶著這個 你可以教你的學生 那一天我先還問了五角 那如果未來我看到你的手環是紅色的 我要怎麼做 我說很簡單 你就趕快帶我去Shopping 我很快就會翻回來白色 我先生說然後就會換他的是紅色 隔天我就帶了這個 一個禮拜之後我就帶了這個手環去給我們 那四年按班上情緒管理教學 先教會他們覺察 然後要知道找適當的場地 然後要懂得跟人家打一聲招呼 不要莫名其妙的就跑掉了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我手上有一條這樣的工具 因為戴這個手環的一個禮拜之後 也就是我要上課的前一天 我跟我先生發生了一段這樣的挑戰 婚姻的挑戰 那一個禮拜實在太忙了 我們都沒有去關心到自己的情緒 有沒有不寧靜都沒有翻 一直到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在遛狗發生了這件事情 當時我們家養了三條狗 一條黃金獵犬 我這一次出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牠 十四歲的黃金獵犬 現在已經聽不見也看不見 只是靠那個嗅覺還不錯 每一趟要出遠門就要跟牠講說 你要等到我回來喔 等了我好幾趟 另外一隻叫拉布拉多 還有一隻叫台灣土狗 三條狗 十幾年前 我們每一天就是要遛狗 晚上要遛狗 在我們那個鄉下地方遛狗 手上要帶著登山拐杖 狗大便了就給牠撥到草叢就好了 就是那一天要去遛狗了 人家電話響了 我先生就先去接電話說 你先去遛狗 我一個人帶了三條大狗 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狗很奇怪 牠對某一些摩托車的引擎聲很敏感 牠會去追 然後常常被追的那通常都是歹徒 但是你害牠跌倒你就慘了 這樣陪牠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說你要趕快來 然後距離我家大概一百公尺 有一個土地公廟 哇 我把三條狗帶到土地公廟 看到有另外一條狗在那裡 我整個就不寧靜了 那一條狗是虎斑狗 知道虎斑狗嗎 很凶很凶喔 那虎斑狗以為土地公廟就是牠的地律 牠的勢力範圍 所以我們三條狗要泡過去 牠是會攻擊的會趕的 那因為我們那個拉布拉多跟台灣土狗是跟這一隻 那一隻虎斑狗叫蜜頭 跟蜜頭是大概同一個時期到土地公廟了 所以大家也就很理敬這樣 就我們那個黃金獵犬是後來加一加入的 養過黃金獵犬的人就知道黃金獵犬很溫順 而且很喜歡跟人家做朋友 當牠看到蜜頭在那裡的時候 牠就很開心就衝過去跟牠做朋友 對蜜頭來說牠會覺得是一個外來者 所以在那一天遛狗的半個月前 牠已經咬傷我們的黃金獵犬 這裡咬傷都要去拆藥了 所以當那天我看到牠在那裡的時候 蜜頭在那裡我就很緊張 趕快回過頭對著我們家大喊 阿牌快來喔 我叫我先生匿名 阿牌快來喔 蜜頭在那裡喔 快來喔 距離一百公尺 就在我喊的時候 我們黃金獵犬已經靠過去蜜頭那裡了 然後我一轉身 蜜頭已經咬了我們黃金獵犬的耳朵 這樣 甩來甩去 我剛剛不是講說我手上有燈山 這樣嗎 就要開始打 打誰 當然是打斑頭 可是狗咬在一起是賺的 你知道嗎 要打 明明看到是斑頭打下去 是我們黃金獵犬 過來 你們很無同情心 就跟我們那兩隻拉布拉 把你們比喻成狗 就跟我們那兩隻拉布拉 都跟那個台灣毒狗一樣 只會在那裡這樣 都不會去幫忙 他還真是急死了 怎麼打都分不開 兩條狗咬在一起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讓他們分開 誰知道 對 用水柱 所以你看 在總統府 誰敢去那裡抗議都用水柱 聰明 他把你們打過狗 還好 蜜頭的主人 在他們家很遠的地方 喊了四個字 蜜頭回家 蜜頭就放開黃金獵犬 然後就回家了 各位老師 這件事情讓我學到 重要的指令 可能你們常常經過某些同事的教室 你會發現有的老師 苦口婆心 樂力樂色樂樂等 那學都沒在他聽 那有的老師他就很厲害 簡單的指令 頒幾經你就做得很好 那麼樂力樂色的 等你退休你會累到不行 儲存一些體能 在退休的時候跟我一樣爬山 所以指令很重要 蜜頭的主人只有喊 蜜頭回家 他就回去了 勝過我拿棍子在那邊打擾半天 等蜜頭回家了 我真的看到我們黃金獵犬耳朵是裂胎 那個血是降低的 有養狗我就知道那很心疼 所以不要遛狗了 我就喊了一聲 狗狗回家 我準備要去查藥 就在我手這麼一揮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手環 覺察到當時我的情緒 當蜜頭回家說我的情緒是什麼讓你猜 很生氣氣誰 你氣嗎 氣我先生 誰先養的 對啊 欸當然氣他啊 平常講那麼好聽多愛我 一輩子要對我怎樣 緊要關頭他忍在哪裡 當然氣他啊對不對 為什麼接一個電話電那麼久 當然氣他一定是哪個狐狸精打來的啊 好各位 人在不寧靜的時候 你的思維是正向還是負向 就是這裡最危險 在不寧靜的時候 我們的思維都是負向的 真的就在這裡最危險 那還好 我手一揮的時候看到有手環 我想到法師告訴我 在不寧靜的時候 要小心我的言行舉止 不要做了讓自己後悔 懊惱的事情 所以我趕快翻紅的 一番各位 你看看一番以後他寫什麼 對 他提醒我了 在不寧靜的時候 第一個工作要 第一個動作要先深呼吸 再來 合掌 為什麼要合掌你知道嗎 你要告訴我 對 一定不會有人打人家這樣 咳 對不對 然後深呼吸 深呼吸的時候嘴巴張開還閉起來 閉起來 閉起來就不會罵出去了 放鬆 放鬆 人在生氣的時候是緊繃的還是放鬆的 對 所以為什麼說生氣的人身體不好 因為他一直隨時處在那種緊繃的狀態 我們要隨時練習 放鬆 即使學生做了什麼事 我們也要這樣 你不是只有嘴巴笑 然後心裡想說 你還要把你背後背唱 不是這樣 你真的是要打從心裡的 我舉一個例子 我後來才學到了 以前年輕的時候 之前的時候 處理那個學生說謊 馬上把他抓來 然後找一堆證人 然後給他對直 對不對 就很爽 說你看吧 你這跟我說 你這跟我說 其實當我們那個動作出來 其實就是緊繃的 後來我學到一招 對 你剛剛講的都是事實 老師都聽到了 那我想還有一些事實 你還沒說對不對 那等你想到的時候 再來跟老師說好不好 沒有必要對直 你只要讓他知道說 有一些事情他還沒有說出來 什麼時候他要說出來 你讓他去決定 然後常常是這樣 我們輔導主任在場 那個人的心裡就是這樣 你越給對方空間的時候 他越會跟我們靠近 你硬要逼他 他就離我們更遠 好啦 我回來 深呼吸合掌 放鬆 然後提醒自己 寧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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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心回到原點 當時我就告訴自己 回到真的我先生愛我的那一點 不去懷疑 不去懷疑 所以我就帶著狗回我家 到我們那個小社區的門口 我先生正好出來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 不是要去遛狗嗎 你要有夠白吧 然後被他疑問 我就把我的手伸 他就看到紅色 他就問我 怎麼了 緊繃一陣子之後 很白癢 你讓人這樣把我們關心一下 他那一聲 怎麼了 我怎麼哭出來 剛剛實在是太緊張太緊繃 然後也經歷過一段 要回來跟他這個 這個叫什麼 心思問罪 然後被他一問怎麼了 然後我就哭出來 我說你看 那個黃金獵犬的耳朵在流血 剛剛被那個曼妮咬 我一直叫你一直叫你 你都不來 這樣我就哭出來了 我先生趕快來揉揉我 然後拍一拍 他說對不起對不起 剛剛接一通電話 怎樣怎樣 講了一下 他說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趕快帶狗去擦藥 在擦藥的時候 我先生就說 欸 真的喔 不會看臉色也要會看顏色喔 他顯然沒有先看到我帶狗回來的那個臉色 他還問我說不是要去遛狗嗎 他反而是看到這個對不對 然後我們兩個同時想到說 喔對齁 這其實是一個工具 這是一個工具 特別對於表達能力不是很好 或者特別對於那一種 一激動之下講不出話來的人 學生也好 老師也好 你的家人也好 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工具 重要的是 我們能不能彼此了解 所以我跟我先生就模擬了一下 如果剛剛沒有這一條寧靜手環 沒有辦法翻顏色讓我先生去看到 可能我回來就是指著我先生罵 你為什麼接電話接那麼多 你跟我說剛剛是誰打電話來 即使我先生在跟我解釋 我恐怕也聽不進去 因為我已經帶了預設立場了 溝通最可怕的就是帶著預設立場對不對 然後對我先生來說 他一定也覺得莫名其妙 他已經覺得莫名其妙 我問你這個小雜貨還是怎樣 帶到我家裡怎麼回來變一個人 他一定不會細心的問我怎麼了 他假設用這三個字的怎麼了 可能也是怎麼了 情緒語言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真的肯定 這是一個很棒的工具 所以也就在隔天 我去給四年愛翻 要上這個情緒管理教學 之後就告訴他們說 現在老師手上有這麼一個東西 秀給他們看 然後就講 昨天晚上我跟王爸爸發生的那一段 我聽得好開心 最重要的是告訴他們 這個幫助宋老師跟王爸爸 少了一次衝突的機會 就問全班的學生 你們有沒有跟人家起了衝突以後 自己很後悔很懊惱 你們班真的有一個知憂的過動 知憂過動 我跟我講說 我上一次被你叫到訓導處去站 我就很後悔 我實在很討厭他 他被叫到訓導處就被叫到訓導處 他都一定要扯出來 所以我叫他去 非常的實在 可是等學生後悔了我們才來處理 又多了一個阿扎對不對 我就問學生 你們想不想做自己情緒的主人 不要等到被處罰了才後悔 我問他們想要做情緒主人的舉手 讓你猜29個學生有幾個人舉手 是的全班都舉手 在那裡上到我其實很感動 每一個孩子都願意做情緒的主人 關鍵在我們老師做了什麼樣的教學 關鍵在我們老師到底有沒有 有步驟的去教學生 所以那一天我就教他們 我說但是要會三件事情的人 才可以來拿一條這個寧靜手環 第一件事情要會翻一翻 好好我們那個過動了 立刻跳到教室中間 馬上就在那裡翻根的 我說你回去 你回去不是翻那個 我說要會翻這個 他們就把上翻 老師他說老師這個很簡單 我說不是 你要先覺察 因為已經跟他們上過覺察的課了 你要先覺察到你的情緒 不擬近的時候你翻 然後翻了以後 第二個要說一說 你要先告訴自己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不寧靜 我現在翻一翻 然後要說這幾件事情 做這幾件事情 這個在心理治療上叫做敘事治療 你一定有做這樣的經驗 你很煩躁 你很生氣 你很傷心的時候 你只要能夠找到一個對的人 然後把他說出來 大概這個事情已經過了一半 怕的是說不出來 所以我在訓練我的學生 你要說的目的也是讓他走 情緒管理走出一條捷徑 當下一次他再遇到類似的事情 他不用說 他立刻翻 然後就知道要深呼吸合掌放鬆 做這件事情 最後一個叫問一問 這個第三個步驟問一問就是 這個寧靜手環有別於不抱怨手環最大的功效 因為看到有人翻紅色了 所以我們會去關心他 你怎麼了 就像昨天晚上王爸爸來關心宋老師一樣 會去問怎麼了 這是人跟人之間最有愛的連結 最怕的是漠視 有一句話說愛的相反詞不是恨 而是冷漠 對不對 當我們訓練我們的學生 開始會關心人家 所以當場我就問學生 以後如果你們看到 宋老師的手環是紅色了 你們會怎樣 大部分學生說我們會趕快閃一邊 這樣也對啦 你們班上有沒有一種學生 你實在已經很生氣了 他又在旁邊跟你撈 有沒有 這想要一巴掌就打開 那就是白白 那比較冷 然後我就問學生 我說對啦 那你們就先倒一邊 那除了倒一邊之外 你們可以做什麼 讓老師快一點把手環翻回來 白色的 我們才可以好好的上課 開始講了 我們會來問老師你怎麼了 我們幫老師倒水 我們就問一些這些事情都叫做生命教育愛的展現 好 從此 從那一刻 我就問學生 你要來拿這個手環 連續戴二十一天幫助自己做情緒主人的 請到前面來 然後就一個一個幫他們戴上 從那天開始要求他們的日記 通通都要寫寧靜日記 開始跟我分享 你今天翻了手環沒有 你為什麼翻手環 你翻了手環以後 你做了哪些事情 一個禮拜以後 我要求學生除了寫你自己 請你也開始寫 你有沒有看到四年愛班的誰翻了手環 你有沒有去關心他 或者你有沒有看到誰情緒失控了 然後你去提醒他要趕快翻手環 你到底為別人做了些什麼 太感謝這一條寧靜手環了 不然以我們那個野生動物 比例那麼高的願心在主 哇 那一年的五月六月我大概會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們的學務處大概會讓我送去很多學生到達那裡去 一直到他們生五年級平安無事 因為我的學生真的因為這一個手環 很會覺察自己也能夠幫助別人 最好玩的一個日記 我們翻有一個 我其實認為他是非常寧靜的孩子 他不是壓抑喔 他是真的處理事情很寧靜 有一天他的日記已經是第三週了 他日記這麼寫 今天我的手環翻紅色的 害很多人來關心我 這個邏輯有問題對不對 我看到第二段才知道 他為什麼會說害很多人來關心我 我再講一遍 第一段他寫 今天我的手環翻紅色了 害很多人來關心我 第二段 其實我今天沒有不寧靜 只是體育課 我怕白色弄長就把他翻弄 有可愛吧 那會很多人去關心他 就代表我們班已經懂得去照顧別人的情緒 去看懂別人的顏色了 這也是為什麼一直到六月底結束 把他們送上去五年級 我們班可以相安無事 所以這個手環今天送給大家 那我也學習法師 如果你有家裡還有另外一半 或者我看今天是送多少手環 如果夠的話 這個不夠耶 不好意思 主任 如果需要再跟那個講堂 主任 需要的話再跟講堂好了 今天我就一個人 只先送你們一條 回家先 教你家裡的老公老婆 不要叫公公婆婆看你的顏色 除非你像我是這麼有福報的媳婦 你就這樣做好 我遇到非常疼愛我的公公婆婆 大概可以跟他們講這件事 好了這個叫做寧靜手環 從現在開始請你用這個手環 來做一個有氣質的老師 先覺察你因為看到哪一個學生 你因為看到學生的什麼行為 你因為你自己的生命什麼反應 你已經覺察到你不寧靜了 先翻紅色的 翻紅色的目的是阻斷你那個不寧靜的情緒 最重要的開始做這五件事情 現在我請洪主任幫我放寧靜一分鐘的那個影音檔 我要請各位老師幫個忙 現在把你的雙手碰出來 請你看螢幕上面的這一段影片 然後跟著這個影音檔來做 好 是寧靜一動 一天的能量從寧靜開始 深呼吸 合照 放鬆 隔離 隔離 放鬆 寧靜下來 放鬆 宁静下来 我们的心回到原点 宁静是宇宙最大的能量 心和平 世界就和平了 谢谢 我用最后那一句话 宁静是宇宙最大的能量 那个能量不是你吃什么可以补得到的 那个能量是你的自体 产生的一份气质也好 你的胸怀也好 那个叫做能量 真的所有的老师真的要有宁静的能量 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忽然跑出来的一个挑战 那个叫做智慧 才有那个智慧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来看看刚刚这个一分钟 你还记得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深呼吸 各位老师你会深呼吸吗 深呼吸不是这样 不是喔 深呼吸 深呼吸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 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口诀 快快乐乐的吸气 当你提醒自己我要快快乐乐的吸气的时候 真的你会不自主的整个脸部的线条都柔软了 你就会想到一些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这样自我提醒 快快乐乐的吸气 第二个你要轻轻松松的吐气 慢慢的慢慢的让那个气吐出来 越慢越好 第三句 让每个细胞都在微笑 你用想象的好了 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随时都是在微笑的阶段 你几乎不会生病 我回过头去推测我先生 为什么会忽然之间查出12公分的肿瘤 其实之前是有一些征兆的 他开始出现食欲不好 他开始出现 在师大下午一个三个小时 三学分的课 他占不了那么久 体力出现了问题 他开始出现睡眠不好 其实都跟他的细胞 已经不再微笑有关系 因为在他查出肿瘤 往前推的那两年 他是在太忙太忙了 兼了复健资商研究所的所长 承担了教育部很多的案子 又去争取为他的学生们 争取很多格克卫的案子 然后还两个出版社要他翻译 几乎没有让自己可以好好喘息 好好深呼吸的空档 当然我这个老婆也是该检讨 每次跟我讲老婆我好累 我只会跟她讲说她就有年纪了 不要做那么多事情 错失了 所以各位老师 我们现在来练一下深呼吸好吗 来 你要深呼吸之前 第一个请你脊椎打直 如果你明天要回教室 去教你的学生深呼吸 请你自己要先学会 第一个脊椎打直 然后下方轻轻地往下 你不要这样 第三个你想象一下 你的喉咙里面有一个很粗的大吸管 想象 然后你透过快快乐乐的吸气 你要告诉自己 我要把最好的能量 透过那个吸管 一直下到我的丹田 甚至于充满我的脑门 把我最恶壮 最不平衡的东西 都把它挤出去 接着我就轻轻松松的吐气 然后一直要提醒 一直要去观想去想象 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微笑 如果你有腰痛的情形 你要特别把你的意念 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腰 如果你现在感冒了鼻子不痛 你就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鼻子 真的很有效 最重要你的肩膀要放松 你肩膀要放松 虽然脊椎打直 但是肩膀要放松 现在配合我的节奏 来 先把体内的气把它吐掉 开始 吸气 快快乐乐的吸气 吐气 轻轻松松的吐气 嘴巴逼起来 再一次 吸气 肩膀放松 吐气 最后一次 吸气 不错 不要皱眉头 吐气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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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会皱眉头 代表你没有放松 你的肩膀用力 代表你没有放松 如果你要进教室之前 都先做刚刚这样三次深呼吸 你真的不容易被激怒 会被激怒一定是我们太紧绷了 我们太没有弹性了 就像年轻的我一样 一个有弹性的老师 他几乎都可以接纳 但是接纳不等于认同 学生做什么事情 你先接纳 你不被激怒了 你才有智慧去想出 怎么去辅导他 怎么去教导他 学生才听得懂 你爱他的意思是什么 而不会只感受到你的情绪 所以深呼吸 我也会鼓励大家 每天早上醒来不要急着下床 当然我也知道 你们都是闹粥醒的不下床 我不行啦 拜托 你就给自己一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的手机能够download 你就上YouTube打明镜一分钟 就会有这个影音打声音 你就跟着这个做一次一分钟 你在起床 如果你怕来不及 你的闹钟就射早一分钟响 一天就给自己这么一分钟 不要吝啬 一天就给自己这么一分钟 让你每一天从最好的能量开始 从深呼吸 你如果愿意的话合掌 练过瑜伽打过气功人都知道 合掌是阴阳调和最好的能量 而且一旦合掌 你很自然就会提醒自己宁静 深呼吸合掌 然后重要的是放松 放松一个人才会有弹性 最后这个影音打里面有透过三次 凝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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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回到原点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当老师 你的原点是什么 你一定不是为了要跟学生生气而选择当老师 对不对 你一定不是因为有学生可以骂 所以才选择当老师 那成绩何时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骂学生 都在跟学生生气 我们的原点在哪里 不见了 目前台湾已经有六十所学校 他们用广播 上课中一想完 立刻就播这个临近一分钟 让学生全部在教室里面 从深呼吸合掌放松 开启那一堂课 如果我们凤阳国小愿意这么做 你们可以大家一起讨论 这个没有什么宗教色彩 它就是一个工具 与其让学务主任上课中小孩在那 嗶嗶嗶 那是哪一班 你们老师是谁 叫你们老师来 不如大家就临近下来 就像刚刚辅导主任说的 当学生都临近下来 老师走进去 就是一个气质很好的老师 而不用每一节课以上去 看到班长一堆名字 处理也不对 不处理也不对 自己的情绪就搞得很糟糕 在凤阳国小还没有全面 全校实施之前 如果你的班级愿意 现在也有很多 全台湾很多班级 他就在自己的电脑 教室的电脑设定这个 中想完学生回来 就这样子日生或者你指定谁 可以按那一个影音档 你就想像 你每一节课都从刚刚 我们大家宁静一分钟这样 开启你的那一堂课 有多棒 最后要让各位听一首歌来结束 今天鼓励大家 宁静的老师气质好 我们新宁静教师团很希望能够有一首 我们的宁静之歌 所以我们透过陶小青 知道陶小青吧 知道马世芳吧 南北差别怎么样 马世芳的妈妈叫陶小青 我们透过陶小青找到一个 韩贤光老师帮我们作曲 做这一首 然后我就跟你韩老师说 韩老师麻烦你 我们歌词写好了 他一看 歌词深呼吸合掌放松 明静下来 吸回来 他这叫什么歌词啊 这我怎么编啊 我不理他 我说是是干嘛 编了很好听的一首歌 最后让跟大家来欣赏 我们请那个 新北市永和国中合唱团的孩子 现场唱然后收录的 最后送给大家 祝各位都会是一个有气质的明静老师 那个主任帮我们放明静之歌 uses 真呼吸 真呼吸 喝茶 喝茶 放鬆 放鬆 寧靜下來 寧靜下來 我們的心 回到人間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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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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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放鬆 平靜下來 平靜下來 我們的心 回到原點 我 還看到那滴心情 我 輕輕鬆鬆地躲起來 我 輕鬆鬆鬆 放鬆 我 輕鬆鬆鬆 我 輕鬆鬆鬆 讓每個線都在微笑 放鬆 拎 靜下來 拎 靜下來 爱 听 感情的声音 拨慢的心 继续听音乐 然后要跟大家互相勉励 回到今天的演讲 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 水的清澈 不是因为没有杂质 是因为它能够沉淀 心的通透 不是因为没有杂念 而是因为明白取舍 宁静的能量 可以让我们知道 什么时候该沉淀 什么事情要取 什么事情要舍 作为一个老师 更需要有沉淀和取舍的智慧 谢谢各位今天下午的参与 祝各位一直到退休 都是一个有气质的宁静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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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